美国空军全球区域内的覆盖式毁灭能力已经彻底形成 叱咤江湖50年,游珠正式退役 早在几年前,甚至是更早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推测过,说唯一能战胜美国陆军的部队只能是美国空军 果不其然,这一推测真的实现了 可能有人要问,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不是一家人吗? 还有,美空军的作战能力跟游珠这头老将退役又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这件事 A10诞生于冷战时期,从1972年至今已经服役了整整50年 作为一架专职对地攻击的战斗机 其主要作战目标是当时苏联的庄稼机群 苏联解体不久后,围绕着A10攻击机退役或者不退役这个话题 美国国会,美空军,美陆军之间一直都在争论不休 国会是负责批钱的,空军和陆军都是负责花钱的 国防预算就那么多,一个军种拿得多,另一个军种肯定要吃亏 潜在矛盾,一目了然 空军是美军八大军种里第二年轻的军种 咱们从美空军成立的时间开始说起 1947年美空军成立之后,几乎拿走了陆军所有的固定翼飞机 陆军不甘心,就以各种理由保有固定翼 特别是高性能的喷气式飞机 这一拉锯过程持续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 大家可以想一想,陆军需要固定翼飞机做什么呢? 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疯狂舔地 这个说法不是很文雅,我们换个词,对地轰炸 像122,A20,A26,几乎所有能低空贴身随陆军前进的飞行坦克 美国陆军都会把它变成舔地机 不仅如此,轰炸机,战斗机,甚至是侦察机 通通都要执行低空轰炸任务 美国空军对这种舔地行为十分不懈 空军的目标任务是制空霸权 全球全方位情报监视与侦察,全球快速机动,全球打击 最重要的是指挥与空置 从固定翼飞机的实际用途上 跟着陆军只能当飞行坦克,干些脏活累活 跟着空军那可就不一样了 身份直接上升了一个档次 于是,陆军所有的固定翼,包括A10油柱 通通都被美国国防部判给了空军 当然了,空军拿走固定翼的时候 对国防部是有承诺的 根据两军分加时拟定的基维斯特协议显示 空军有十项承诺 其中跟咱们这一期内容相关的 就是对陆军负有CAS职责 也就是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和补给任务 但是有时候理想很饱满 在固定翼判给了空军之后的机场战役当中 陆军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攻击机可用 所谓的空中支援也只是干干轰轰炸的活 扔完炸弹就溜号 而且这些任务还都是海军干的 空军除了补给一些物资和带走部分伤员外 根本就没有存在感 基于协议中 空军所承诺的第三条 对陆军负有CAS职责 陆军一下子就抓住了巴臂 陆军说 由于我没有了固定翼 导致陆军掩护火力不足 而且空军支援总是有时间差 不能及时赶到 那么我申请自行生产一些炮兵观测机和训练机 保障陆军的火炮输出 撤总行了吧 于是陆军就搞了一个教练观测机 叫OV-1莫桑克 刚开始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是在战场当中 空军发现 OV-1其实早就预留了武器装载空间 陆军把五花八门的家伙都装上了OV-1 包括且不限于凝固汽油弹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反辐射导弹等等 大量OV-1被直接改装成了 GOV-1A空击型 这一下让美国空军警铭大作 一纸撞书告到了国防部 说陆军复辟 占用了空军的预算 OV-1必须拿掉 陆军一架固定翼不能留 同时空军还拍着胸脯保证 陆军不是要随叫随到吗 我满足他 这话说的倒是轻巧 实际做起来是困难重重 当时美国空军手里 只有陆军研发的老古董AR-6 和从海军那里搞出来的AEA-4 根本就没有其他攻击机 再研发也来不及 于是空军就把海军所有型号的攻击机 都要了一个遍 甚至像B-52 车内的高空战略轰炸机 都拿来搞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 不仅如此 空军还把大炮搬到运输机上 利用运输机的超长航程 全程跟着陆军低空贴连火力直苗 这就是AC空中炮顶项目 当时最成功的是AC-130 炮顶机也不是什么单方面屠杀的高科技 在战场上比的就是谁的反应快 谁的火力强 损失也是无可避免的 在实战当中 AC-47系列生产了4架 就毁了3架 CH-47生产了41架 损失了19架 这事搞得空军信有余计 这么支援下去损耗实在是太大了 在国防部的调解下 空路双方在66年 达成了约翰逊迈康奈尔协议 要求陆军固定翼上线 载重不得超过5000磅 超标机型全部移交空军 在这场固定翼的争夺战中 陆军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可就在协议签订不久 空军立刻提出了AX计划 就是为陆军研发攻击机 在招标时 还特别注重了装甲和成本 就是打消耗的飞行坦克 原因不用多说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这是空军怕陆军再造出什么好飞机来 争了自己的预算 准备用这个项目 把陆军的后路堵死 你陆军不是要飞机吗 我来给你造 省得你自己动手了 这个项目包括两个竞标方案 A9和A10 从1947年到这个时候 美空军成立30年之际 空军终于研发了第一款攻击机 A10油珠 当年A10的单价为140万美元 是美军专门设计用来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飞机 可以低速低空重装甲飞行 同时以直秒火炮为主要武器 专门伺候的就是陆军 不过也有另一个说法 说A10是空军 为了让陆军闭嘴 专门研发的毒嘴机 不管怎么说 自从有了A10 陆军还真没有再发出过抗议 踏踏实实的开始玩起了直升机 到这大家都应该明白了 A10之所以受到陆军的喜爱 而且还经久不衰 主要是因为它的优点就是对陆军进行低空支援 而不是空对空或者远程轰炸 A10采用双引擎喷气式发动机 巡航速度为560公里每小时 最大航程4140公里 作战半径467公里 最大起飞重量23吨 机身搭载一门30毫米的GAU-8A7管机炮 射速为2100或4200发每分钟 常规备弹1350发 11个外挂点可以携带两枚AM-9EG空空导弹 六枚AGM-65空地导弹 以及普通炸弹 紫母弹箱 极数炸弹 激光制导炸弹 火箭发射器等等 只要需要 它几乎什么都可以装 可攻击目标包括坦克和其他武装车辆在内的各种地面目标 在低空低速飞行时 A10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可在300米的高度作战 适距作战距离为2.5公里 快速起降能力允许它在靠近前线的地方进行近距离作战 夜间作战时 A10的驾驶员能够依靠夜视镜执行任务 更重要的是A10全机紧装甲重量就高达到550公斤 单人座舱下部还包有装甲防护板 可防御23毫米机炮的打击 飞行员就像是坐在装甲枣棚里一样安全 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 A10共发射4801枚导弹 消灭了987枪坦克 摧毁112处军事建筑 击毁51枚飞毛腿导弹 10架战机 在阿富汗战争中 塔利曼将近80%的高价值重武器 是被油猪爆销的 可谓是战绩卓越 从以上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A10的装甲够厚 火力够强 长时间压制地面的能力 无与伦比 这个生态位 根本没有其他飞机能填进来 F35也替代不了 A10在体制上的生态位 顶着低空火力网冲进去打消耗 近距离伴随空地火力 F35行吗 显然不行 从A10对陆军的重要性来看 2022年 美国国会拒绝了美国空军 计划退役42架油猪的请求 不仅如此 美国国会还强调 现役的281架油猪 必须全部保留 这一举动属实给足了陆军脸面 在今年6月份之前 大家一致认为 只要A10还能满足美国陆军 空军就能把A10重新刷机 再用个一万年 说不定到了外太空时代 也得带上A10来赌陆军的嘴 没成想 今年6月中旬 事情却突然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 42架油猪要退役了 剩下的陆续也要进入仓库 这个消息虽然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同时也在情理之中 更新换代再所难免 更何况油猪已经服役了整整50年 目前A10所用发动机扇役的年平均工作时间 都超出了4000小时的额定标准 而且许多零部件也早已停产 因此后期的维护将会成为最大问题 老英雄终归是要卸价归田的 这是自然规律 战机也避免不了 只是让大家意外的是 美国空军司令部官员 肯尼斯林上校 在几个月前曾经说过 A10的质量以及状态非常稳定 像空中停车事故率 以及A类故障率都很低 他认为A10搭载的TF34发动机 仍然是美军最好的发动机之一 目前没有任何保障难题 可就在几个月后 空军却以战机老旧为由 向国会申请了游出的退役 这背后空军是不是又捣鬼了 对此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视角 来看A10的退役 除了军费和战机老旧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就是它的作用一定被替代了 试想一下A10退役之后 美国空军对陆军的支援任务 难道就没有了吗 6月13号 美国国会同意游出退役的同时 还透露了一个信息 军费预算会向新一代战机 与中城的无人辽机倾斜 从这一则消息来看 A10指定是没有了 陆军以后的空中支援 要么靠新一代战机 比如F35 要么靠无人辽机 但是之前咱们说过 F35虽然能扔两颗炮弹 步行扔6颗 甚至是8颗 然后呢 不还是要溜吗 无人辽机更是够呛 目前美军最新发布的 无人辽机 是女武神 XQ-58A 未来很有可能取代 EA-18G 根据战术安排 F35战机将和女武神 无人机 按照1比6的配置 来执行任务 女武神在前方空域 搜索侦察附近可疑目标 并将有关信息 送达给F35驾驶员 在接收到后者 发布的指令之后 立即打击一发现的可疑目标 同时女武神还承担 弹药储备的角色 解决了F35B 弹药有限的问题 这就是无人辽机的作用 相信大家都感觉得到 以上两个高科技战机 和A10相比 在持续火力上差的太多 更别说贴脸火力输出了 所以啊 F35肯定做不到 像A10一样 保护支援陆军 辽机大多也都在测试阶段 陆军难道就这么被抛弃了吗 其实并不是 在俄乌战场上 对地支援主要的方式是什么 说到这儿 相信有些人已经知道了答案 那就是价格低廉的无人机 欧双方用大量的人名证实 目前所谓的野战防空系统 对这些小体积的无人机 无可奈何 这些无人机的飞行能力 实在是太灵敏了 路径飘忽不定 这些小型无人机 炸毁防空导弹的名场面 更是屡见不鲜 能侦察能打击 最关键的就是价格便宜 实在是太便宜了 造价140万美元的油猪 在战场上一旦被击中 140万就没了 但是这些小型无人机不一样 整机价格基本在1000元美金左右 对 您没听错 1000美金 还没有一颗机枪穿甲弹贵 更别说什么炮弹了 只要无人机起飞 击中敌方的防空导弹 或者野战防空炮 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 稳赚不赔啊 就算被击落 1000美元完全也不会心疼 欧战场上 无人机的操作水平 本身也不算高 无人机数量也不算多 在高水平的战争中 如果有更高水平的操作员 瞬间飞起来 黑压压一片小型无人机 冲着敌方阵地 来一个自杀式袭击 面对这个阵势 哪个国家的防空系统 能承受得了啊 还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代战场上 能让A10大肆开火的 前线战场 基本都不存在了 大规模步兵推进的现象 更是越来越少 如此一来 专门支援步兵的攻击机 就有些派不上庸场了 战争太小 没必要上场 战争太大 上场也没用 对于不缺钱 不缺技术的美陆军来说 同样也会按照 这样的战争趋势 来调整战术 会用F35 先进行高空侦察 再用无人辽机 进行轰炸 最后再操作地面无人机 对残余敌方进行打击 到了必须要步兵推进的时候 敌方阵地恐怕连个活物都没有 这个时候 还有什么空中支援呢 从游诸退役后 没用任何替代机型 这一现象来看 美国陆军的战术 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个改变 一方面来自消费级无人机 在战场上不足的实力表现 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美军绝对的空中力量 像咱们中间提到的 一架F35B的辽机中队 配合航母 可以轻松覆盖全球 步兵的意义 不再是推进而是搭造战场 现代战争 人多不一定很强 干掉核心才是关键 很多时候就是一颗炮弹的事 打准了 大家全体吃齐 不准 那就再来一发 大家也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